在北约盟国就如何支援乌克兰出现分歧之际 法兰西再度发力 在星期四 有组织召开了援助乌克兰会议 包括乌克兰 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在内的28个国家 还代表出席会议 其中包括21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上个月26日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倡议下 巴黎举行了支援乌克兰国际会议 这次是上次会议的后续 一位法国外交人士说 这次工作会议 就是要延续落实上次会议所创造的动力 与会的各国代表将在八个领域开展工作 武器弹药 去库存原则 网络 边境保护 保护脆弱国家 扫雷 乌克兰境内的工业生产 以及导弹第九联盟 还将讨论哪些国家 希望共同领导哪些项目 下个星期 法国还将于3月13日到14日 举办首次国际安全会议 名为巴黎防务与战略论坛 就在这次援助乌克兰后 续会议前两天 欧盟委员会于3月5日 提出了首个欧洲国防工业战略 为实现欧盟的国防工业准备 制定了明确的长期愿景 作为实施该战略的第一个直接和主要的手段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国防工业计划的立法提案 以及确保国防产品及时供应和供应的措施框架 这一战略还包括了乌克兰的密切参与 在前一天 欧盟工业专员部林顿宣布 欧洲需要实现范式转移 进入战略经济模式 布林顿说 特朗普可能再次成为美国总统 意味着欧洲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自己 布林顿是这样说的 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 欧洲必须对自身安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而不是取决于我们的盟友 每四年举行一次的选举结果 我们把上面这记者消息综合起来观察 不难得出这样的分析 第一 正如我在2月份的一次评论中所说 一旦欧洲盲醒就会是放动力 也正如一位法国外交人士日前堆积者所说 我们有一种集体觉醒和紧迫感 我们必须为乌克兰做得更多更好 要为乌克兰做些不同的事情 进入战争经济模式 就是冷战结束以来 欧洲最重要的转折标志 不仅为了欧洲的安全 也将促进欧洲的制造业发展 第二 马克龙政府在此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振逼一呼 同时把一而不绝的美国和犹豫不绝的德国比了下去 得到广泛响应 并可能在6月份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优势和话语权 可以说是抓住了机遇 再次成为欧洲的领头羊 用法国军事学院的防务学院院长伯姆瓦·杜里埃将军的话说 巴黎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处于十字路口的欧洲 其目的是让法国和欧洲的战略思维发出声音 第三 从法国总统坚持说 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 到首个欧洲国防工业计划出台 都反映了法国人的影响力和志向 提出欧洲进入战争经济模式的欧盟工业和市场专员布雷顿 就是法国人 他长期担任法国大公司主管 也当过政府的财政工业部长 欧洲国防工业战略中提出 确保欧洲国家和欧盟预算 支持欧洲国防工业适应新的安全环境 将国防准备文化纳入各项政策的主流 稳步推进到2030年 在欧盟境内 采购至少50%的国防采购预算 到2035年 实现60%的国防采购预算 就是要减少欧洲武器 制造业对美国的依赖 如果美国未来一年 继续减少援助乌克兰抗战 欧洲被迫在未来今年 建立起自己的军火工业体系 那么欧洲的钱购买欧洲的产品 美国军火工业也会受损 所以特朗普如果当选美国总统 采取孤立主义外交的话 也会受到来自美国军火上的压力 从长远看 正好帮助了马克龙长期鼓吹的 欧洲战略自主化 这样的前景 特朗普也应该会看到 这个男的女的陈古人 屁时 小小小小小的 福音 要对 这些人 非公司 终于 肯定